在表演上 我不知道有些朋友會否討厭 會否有其他人討厭 但我很喜歡對著咪給別人唱 通常有些歌手忘記歌詞才會這樣做 不是 我很喜歡對著 都是對著 我能說服自己做得好 舒服 或是很放 甚至別人說你做得不好 其實我都會聽一半 例如自己作品 我本來都覺得四面台是開心的 但最近看了兩個演唱會 都是三面台 我原本是第一次開紅龍 都是開四面台 一直都有這樣的想法 但最近看了幾個表演 你為何跟我說話 我還未說完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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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伊健 伊神 伊神 兩個都是三面台 令我們很震撼 所以其實三面台都是一件好事 對 但我都知道他們的預算和預算都不同 你為何看你的公司 它不會加給你的 我會加多些預算 而來Hashtag今天請來的又 又是防患 Hello 我很需要用又是 因為我很快又見你 好像上一次你開演唱會 十周年的時候 我有見過你 說他快轉頭 恭喜你 你開紅館演唱會 是呀 為何你這麼聰明 我不聰明 只是公司聰明 只是公司弟子 因為不是我弟子 這次有三場 是呀 感覺跟上一次 第一次開StarHall的演唱會 心情會不會有些不同 不同 因為當然開紅館 哈哈 但是心情如何 經驗得來也挺大壓力的 因為大壓力當然不是失敗的壓力 是 但是主要的壓力都是來自自己 因為我知道接下來 可能準備這個show 其實有很多東西要準備 我都希望 因為這次是第一次開紅館 我希望可以做一個good job 做一個good show 所以我自己 都給自己一點壓力 紅館就是將來式 我們回顧一下你九展的show 你覺得九展的show 有甚麼你是最滿意 有甚麼你是最不滿意 不會再在紅館裏面 會讓我發生的了 其實 大致上我都很滿意的 我覺得 自己的表演 可能是第一第二場 都還未滿意的 我不知道你們看哪一場 阿軒公那場是甚麼時候 好像是第四 是尾場 是尾場 應該很ready 那時候是ready 因為第一第二場 都會緊張 因為自己沒試過自己開show 自己一個人開show 滿意我自己第三第四場的表演 不滿意第一第二場的表演 第一第二場可以好一點 那你怎算紅館的話 你只有三場 我覺得 你做人都要懂得去滿足 首先你要知道我是第一場 你會感覺到觀眾的反應 或者你自己的表演 是 因為你進不進那個狀態 其實每個人都是 所有事情都是很主觀 是 有些人會覺得唱得不好 有些人會覺得很好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因為我記得我們戚冊那一晚 一開始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頒一個十大第十位的金曲獎 我就叫了我上台 通常呢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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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在下面你看下去 即是 可能有一個位置 就會有一個countdown的 但我上台 我就很緊張 而且我看不到有倒數 所以 起歌的時候 我就 蛤? 起歌了? 我就想一下 聽一下 即是入那個狀態 但一入的時候 我就完全沒有協助 我就很享受 很享受 是 我就知道那一刻 其實 如果我這樣可以 突然之間 去 有這樣的 reaction 都不緊張 我是準備好了 然後呢 你宣布紅館那一天 其實呢 就是你 發表你新碟那一天 那你就是這筆叫做 Love and Loss 那你覺得2022年 過去一年呢 你最love的一件事是甚麼 最loss的一件事是甚麼呢 最love的一件事 當然是開場 那loss呢 總有loss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這一年 其實可能很多人陪我 都會看到我 不停是有事發生 可能我是 做show 或者出歌 或者幫人寫歌 作品 其實 甚至拍廣告 或者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實keep住都有出 但是有時候 人通常太忙的時候 都可能有時候 會loss了自己 因為我自己的初心 其實都是喜歡做音樂 2021年 2020年 2年 其實工作 就是幕前的工作 忙了很多 所以自己的時間 去可能緩望 那一年發生的事 或者可能去寫歌 或者用來寫歌 或者怎樣 靜一靜 其實都不是很多時間 有時候 個人就會有少少loss 聽聞你呢 你演唱會 如果不來的話 你就會反面了 是啊 真的嗎 我說真的 爸爸我也要罵 因為 不是罵 但我也要表現 其實我有少少失望 因為媽媽基本上 是上次九尖 開了四場 她四場都離勝 爸爸就是第一場 和尾場 中間就skip了兩場 中間就skip了兩場 因為他說很累 因為一來看秀 要坐這麼久 又很吵 他說要追劇集 我就在家裡 真的 爸爸也有來看 但是 哥哥和女生 反而沒有來看 暫時 那女朋友呢 他上次都沒有理由 是呀 他生氣 我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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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算了 真的嗎 爸爸就說罵 我失望 不是 爸爸也不會罵 但是 仍然會有點失望 當然 但是我都是 我自己都會明白 其實我自己 雖然開演示 但是其實 世界都是繼續轉動 他們都可能有其他節目 或者其他事情要做 不要跟他們說 excuse 總之今次不理 就翻臉 但今次不理 我就翻臉 翻臉聽得到